足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尸骨带 影片一开场 龙套姐便从一场噩梦中惊醒 作为作家的幽玉叔说 你整天做噩梦 该不会是精神上有毛病吗 龙套姐说 主要是我大姨妈一直没串门 我这心里有点慌了神 幽玉叔说 我的小说基本上已经完稿了 你帮着我狗尾虚雕好不好啊 龙套姐在键盘上敲着字 幽玉叔就开始出来劲了 哎呀 老司机的经验就是多呀 只要感觉到了 随时随地都能开汽车 两人相互摸摸屁股搂搂腰 很快就浴火中烧了 四个月之后 龙套姐陪着幽玉叔在书店签名售书 龙套姐说老公你好好干的 我先去对面给她饭 龙套姐一语成衬 当她刚走到马路中间 就被汽车撞进了本门关了 幽玉叔一看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心想这虎狼之年丧了偶 以后只能靠左右手了 举行完龙套姐的葬礼 幽玉叔在酒吧 跟自己的同性恋弟弟毛淡叔先来看 幽玉叔说龙套姐死的时候 已经怀了孕了 毛淡叔说 医生不是已经给你下了结论了吗 说你麾下那些士兵都是老弱病财 想要孩子比登天都难 幽玉叔说 保不齐有那么一位过五官斩六将 就稀里糊涂怀上了 可有一点我一直想不通 这件事她为什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龙套姐虽然死了 但她的鬼魂一直不孝的 整天给幽玉叔托噩梦 把幽玉叔折腾了 差点真的就得了抑郁症了 幽玉叔看着龙套姐的照片说 你的鬼魂这会儿是不是在老家的别墅 是就响一声 不是就响两声 很快龙套姐的鬼魂就发功 让幽玉叔的手机响了一声 幽玉叔一听就是一惊呢 心想这种天神监控可太要命了 以后就算有什么想法也没法弄 为了跟龙套姐的鬼魂一起住 幽玉叔便开着车来到了老家的别墅 幽玉叔在别墅里 看到了一幅歌手酱油妹性感的画像 他知道这种情况也没法开启车 也只能用手摸一摸 接下来幽玉叔便开始写小说了 由于脑子里一片空白 虽然酒喝了不少 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第二天一早 幽玉叔在跑步的时候 看到了一棵长得像女人的树 他又用手摸了摸 意识到还是没法开启车 回到家之后 幽玉叔通过冰箱上的字 和路头上的小铃铛 发现了龙套姐存在的迹象 虽然没法再跟龙套姐滚当当了 但重感情的幽玉叔还是乐开了花 转场之后 幽玉叔在开车去镇上买汉堡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萝莉正在马路上吓唬跑 这个时候一辆汽车急驰而过 幽玉叔一个见过 才避免了一起车祸 小萝莉的妈咪金发妹说 大哥你可真牛逼啊 特像君青六出的零人气 幽玉叔说大妹子你也挺神的 居然能在邮轮上一遍一遍的杀人 金发妹说咱俩都甭吹牛逼了 其实啊你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 而且你还救了我的女儿 金发妹说你继承了湖边的别墅 虽然没见你来过 但你老婆以前经常来这住 来到汉堡店之后 胡子叔说我对你妻子的去世深表遗憾 但你以后最好别跟金发妹献着的 幽玉叔说为什么呀 胡子叔说金发妹跟他老公王大爷有仇 一年前呢 金发妹的老公莫名其妙就发了房了 差点就把他闺女小萝莉淹死在湖里 金发妹为了救女儿啊 哼的一枪就送他老公去西天取人家了 王大爷六十岁才生了这个大胖小 你想他心情能好得了吗 于是便雇佣了最好的律师团 打算争夺小萝莉的抚养传 幽玉叔回到家之后 便接到了王大爷的电话 王大爷说今儿可是有人看到你 跟我儿媳妇没来眼去暗中情窝 你是不是打算跟他开起车啊 幽玉叔说我跟金发妹是萍水相逢 还没产生感情 怎么可能呢 王大爷说你死了老婆他死了老公 干柴烈火你觉得你还说的清吗 幽玉叔一听这老王八越说越不像话 一气之下就把电话给挂 到了晚上警长突然送来的船票 说王大爷把你和金发妹给告了 王大爷不仅有钱还是出了名的恶棍 你跟他斗我看你是不下混了 警长走了之后 幽玉叔在冰箱门上看到了龙套姐的留言 龙套姐说王大爷是个大猜狼啊 你得帮帮金发妹的忙 幽玉叔睡觉的时候做了一春梦 他梦见自己先是跟酱油妹腻了一会儿 然后又分别跟龙套姐和金发妹亲了嘴 逛夜店遇见董小婉这艳妇可是沾不浅的 通过和王大爷争夺小萝莉抚养权的过程 幽玉叔和金发妹渐渐产生了感情 两人谈人生聊文学气氛是越来越和谐啊 转场之后当幽玉叔正在写作的时候 突然就产生了幻觉 清洁公胖大婶说大兄弟啊 我看你表情奇怪脸色黄 当心染上达斯克胡式的疯狂啊 幽玉叔说啥是达斯克胡式的疯狂啊 染上这种病都有什么激动啊 随着胖大婶的讲述啊 影片开始闪回几个受达斯克胡诅咒的 哥们的疯狂行为 也不知道是什么鬼 让这几个哥们都把自己的女儿腻了水 经过查阅资料啊 幽玉叔发现在三十年代 歌手酱油被在事业巅峰时突然失踪了 第二天一早 幽玉叔在跑步的时候 又经过了那棵女人树 女人树一看这孙子又来占自己的便宜 当时就是一肚子的气 心想我要是不给你放点电 你也意识不到自己有多见 当被电的一阵阵干叹的幽玉叔 正站在湖边瞎琢磨的时候 王大爷和他的小蜜突然出现 王大爷说小伙子啊 我们家的事你就甭跟着添乱 我劝你今天就离开此地 不然我就让你好看 幽玉叔说 就你们这两块料可别开过去玩笑 小蜜一听 马上就恶向胆边生了 上去就是一招老寡妇练三批 直接就把幽玉叔揍成了坐藏机了 第二天的一早 幽玉叔接到了金发妹的电话 金发妹说 王大爷昨晚上自杀了 你明儿晚上要不要来我家呀 幽玉叔一听有信 金帮说去去去 必须去 到时候咱俩奔地蜜 在王大爷的葬礼上 幽玉叔巧遇了王大爷的发小张大爷 通过张大爷的讲述 达此客户诅咒的真相终于被揭开了 原来当年歌手酱油妹 在小镇上演出的时候 由于表情风操举止轻飘 法政处在青春期的王大爷 张大爷和幽玉叔的爷爷等人 聊车的是浴火中烧 于是王大爷带着 张大爷幽玉叔的爷爷等人 主动提出跟酱油妹约会 这酱油妹也是意高人胆大 什么都不怕 根本没意识到有危险 居然一个人来到了约会的地点 可当他看到王大爷这帮倒霉孩子 一个个面露奸笑 就意识到大事不妙了 双方一言不合 王大爷就把酱油妹给抢爆了 为了防止东窗事发 王大爷等人又把酱油妹的闺女给杀了 酱油妹临死前 给王大爷等人下了诅咒 大致的意思是 这帮人的下一代也如果生了女儿 都会被他们亲手溺死在水里 这也就是金发妹的老公 为什么会突然变得神志不清 要溺死小萝莉的秘密 幽玉叔这个时候才明白 就是担心他也逃脱不了酱油妹的诅咒 转场之后 幽玉叔来到了金发妹的家里 两位老司机犹如烈火欲干柴 正打算瞎不来的时候 警长在外面突然碰了一枪 金发妹当时就领了便当了 幽玉叔急忙冲出房间 上去就把警长也撩翻了 警长说大哥你别生气啊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小萝莉 幽玉叔说放你奶奶的屁 我现在就送你家地狱 幽玉叔带着小萝莉刚回到别墅 酱油妹的鬼魂气得就坐不住了 心想老娘已经吓得诅咒你呀 还敢跟我斗 我看你是想找罪手 经过一番鸡飞狗跳 幽玉叔终于在小说里 找到了龙涛姐给她的暗号 龙涛姐说简叶可以制止 酱油妹继续下火闹 影片的最后 幽玉叔从女人树下 挖出了酱油妹和她女儿的事故 然后撒上简叶 终于了结了这一切 看完这整部影片呢 我们还是来说唐诗压经吧 离地三尺有身仙 干了坏事甭小窜 逃了和尝南逃庙